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明白啥了 明白自己 没有正确地去引导他 和我这段爱情 你正确地引导他 先引导自己吧 好 行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宝宝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当中 其实我为你付出的也挺多的 就是我 其实原本可以回家 跟父母一块 但是我选择在天天等你 就是想着能每天陪着你 可能我之前 没有太多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以后 就是我能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特别喜欢你 哥哥 你也说了 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刚刚老师的话我也听了 我们自己都有错 我们都 都得学会感受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 嘉宾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是你香 来 请开箱 来 请开箱 我相信你 您是欢迎的 选择 也不是 我相信我 没有太多 statement 你其实也就是 要不信心 只要你 你怎么不管 干啥的 因为当我拿着这把锁的时候 它有两把钥匙 然后一把是备用的 一把是自己的 我特别希望 就是你能抛下那些东西 把我变成那个 特别重要的那把钥匙 而且只能打开你 内心的那一把钥匙 一把锁配一把钥匙 是这意思吧 男生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 那是我们当时去 第一次去西安玩的时候 我俩路过路边摊的时候 然后当时 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铃铛 那个蓝色代表我嘛 粉色也是代表他 今天拿这个干嘛呢 当时就是买完之后 他对我说了一句 特别感动的话 他说啥 他就说以后你在哪 我就跟到哪 算定情之物 差不多 所以今天还要让人跟着你是吧 我最后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啊 女闺蜜到底怎么整啊 刚听了老师的话 我就觉得 你说彻底断了吧 我觉得就有点 太没有人情味了 就是我是想着 找个机会 有请 来 我们见证一下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 宝宝宝宝宝宝宝本 可能之前我对于这点感情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一定会把 我跟我女闺蜜的事 弄清楚 然后刚才老师也说吧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想着先跟家里边 经济上的关系先断了 我想用我自己挣的钱 然后去照顾你 希望以后咱们两个 能好好在一起 答应我 就是对我态度好一点 就没事越不搭理我 好不好 谢谢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 我是怕 你是我的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没吧 没有谁能去带你 在我心上 拥有一个 真是天使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